一样推广在地农特产品 物丰农会是邀请到美食老师 利用香菇以及香米等等的在地农特产品来开发新菜单 不只让料理吃起来更加美味健康 婆婆妈妈们的好手艺也能让家人享用到美食 而大力农会则是吹起了野餐风 搭上时下流行的露营风潮 让民众出门在外也能享受到健康的家常好料理 不论是线味采菇还是这道芝麻豆腐米蛋糕 众多料理在桌上一字排开 每一道都是色香味俱全 香气四溢不禁让人想大快朵鱼一番 农会家政班妈妈利用在地农特产品 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开发出一道道创意料理 不仅丰富了生活 同时也是提升农产品的附加价值 像我们在地的米 枯子里和我们的王来也好 来做一些我们的附加食品 让他提供我们的農友的一些农产品 让他附加价值的增加 增加我们的農民的收入 我们在地的优质的鸡蛋 再来就是有机的豆浆 那我们一般做起来的话 本身又无糖 今天你要做凉拌还是煎煮炒炸都可以 为了推广在地农特产品 农会家政班固定会聘请老师来上课 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农友辛苦种植的果实 并且将这些食材变成平常的家常菜肴 不仅能够吃的美味 在农会的把关之下 也能够吃的更加健康 而大理农会更是吹起野餐风 将家常料理带到野外当中 我长久以来台湾一直在饮食方面都偏向西方的饮食 所以对米食料理的部分反而会变得比较少 我也希望说透过这种的比赛这种的活动 然后透过家政妈妈的手艺 把这些的台湾的传统的米食 再加上创意能够更为推广出去 家政班妈妈带来精彩的舞蹈演出 一年一度的成果展热闹登场 像是利用天然资源进行缆布 或是手工缝制的小物品等等 这些全都出自于家政班妈妈的巧手 来自销里面 它是在面上的一种加糖 加糖它在经过撕下来以后 浸泡它那个药水以后 它就变成紫色的 可是这个缆不单单是只有缆一次 它有时候要缆两次 三次那个颜色才会更深 我们今天的作品是南瓜咖哩 现在咖哩对我们人体都很好 南瓜也是好东西 而且南瓜现在很盛展 所以我们把它煮成那个 就把它炒香 然后把它拌匀 加一点点素香粉 不论是手工作品还是料理的呈现 每个人是费尽心思 冬惠家政班妈妈各有巧思 也让人看到丰硕的成果 记者程昭安台中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再见